猫咪被虐待至残雀依然乐观生活,超励志表情包笑翻网友。 根据Board Panda的报道,国外一只鸣叫Vexy的猫咪评级着自己丰富的表情而走红于网络。 你也许会觉得表情丰富的动物很多,根本不怕这一只,它凭什么走红呢? 这应该是因为它身材之间的乐观精神吧? Rexy已经三岁了,却早已因为伤病而无法行走。 它并不是天生就残疾,而是在研究时被前主人虐待,导致它脊椎受伤无法控制后腿。 尽管如此,它却还是坚强地生活住。 在被现在的主人Dasha Miniver收摇后,还曾在后腿装上了驻航的滚轮。 只不过后来Dasha发现滚轮的作用微乎其微,因为它已经习惯用两条前腿移动,滚轮反而让它不习惯,结果妨碍到了它的生活。 毕竟毛妮是一种独立而且适应力很强的生物,连主人自己都说它根本不知道自己残障,而且能够做所有其他毛妮都能做的事情。 除了擦屁股和抓耳朵痒之外,不过这就是我这个禅食官的责任了。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欣赏一下这只身残之间的猫咪的表情包吧。 1. 皮笑肉不笑就是这样。 2. 什么?我是不是听到禅食官拆罐罐的声音。 3. 憋了很久的大便,大玩的那一瞬间,爽啦。 4. 我鄙视你的表情。 5. 啪啪。 我的床下是不是有怪兽。 6. 什么表情包? 正很纯洁天真只有这一好表情啊。 7. 哇哈哈哈哈。 骗你的。 你被我骗成禅食官了。 8. 蓝瘦,香菇,今天怎么又没有小鱼钱。 9. 我们的护照照片都是这一种。 10. 什么? 今晚有加菜。 11. 不小心闪尿了的表情。 12. 蝉屎官,我最近很乖啊,之前答应的小鱼钱呢。 13. 最生梦死的大叔。 14. 阿错塞。 他发现我在他床上乱尿尿了。 15. 你在说什么? 本喵嘴,乖了好吗? 可以开罐罐了吗? 15. 如果连他都能做到,我们也一定可以的。 15. 最后,要记得去他的Instagram帐号按个赞给他鼓励哦。 15. 明天见到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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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天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